SCP-6554 Blind Box Toy Machines 盲盒扭蛋机 Sumder及Keter 偷重措施 对东京的购物中心进行阅读排查 已发现的SCP-6554个体 任何被发现的个体都将被带回 最新站点内的开放测试间或餐厅 个体所供应的物品种类 将被记录拓展物体记录 6554中 所有SCP-6554个体均可供员工使用 在个体外部应明确标注 对其真正内容物的警告 描述 SCP-6554是在日本东京市购物中心内 自发性出现的扭蛋机 所有个体型是一般扭蛋机 并运用了其基准对应物所设产品的广告 每个个体的内容物 都与机器上标注出售的产品有所不同 SCP-6554所出售产品的个例包括 貌似为逐步设计的连织手套 金风条且不对应任何一只物种的鱼 包含横写大写字母N的纸条和其他物体 镶嵌着小珠宝和金属环 以及一种能完美塞入许多瓶类顶部的 小型圆柱状木块 个体在每次购买后 能瞬间补充对应物品的供应 所有个体除自动补货外 与基准对应物并无不同 由SCP-6554所供应的物体中 并未发现异常性质 所有食物如手鱼 被供应时都处于适宜温度 且可供人类使用 附入6554之一 所有个体于2039年1月1日 停止供应对应物体 当被使用时 个体先会供应一个人类眼球 所有眼球在基因上均有差别 由同一机器供应的眼球 不会包含相似的基因特征 且可能为愿意种类 在SCP-6554突然的行为变化后 Lyxander AIC对导案库进行了全面搜索 并发现了储存于 临时孤立申请中的两眼人类照片 该证据表明 巨人并非一旨为单眼物种 以上就是SCP-6554 简单说SCP-6554一是一台扭蛋机 乍看之下是一台能转出不存在于 世界上的物品的扭蛋机 但描述中为足部设计的连纸手套 横斜的大写字母N 镶嵌着小珠宝的金属环 瓶内顶部的小型圆柱状木块 很明显都是存在的物品 所以实际上 这是一台能从现实中将物品夺走的扭蛋机 这些变成商品的东西 它的存在和概念会从世界上消失 进而改变现实 像粒字母、戒指和软木塞等等 人类的其中一个眼球也被夺走 所有人类都变成蛋眼 最后基金会的AI 从可以不受现实改变影响的资料库中 找到两只眼睛的人类照片 才发现这个SCP的本质 这个SCP另外有趣的一点是 原文文档中真的没有使用粒字母 其实这个SCP和SCP-687有点像 SCP-687是一个基金会 把自己从现实中抹除的故事 也是蛮有趣的 之后可能会来讲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弄起来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自从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